各位朋友们好 这节课的学习内容是有关于如何持琴 那持琴的学习目的是要适应这个乐器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不是所有的乐器都需要抱在身上来演奏 比如说像钢琴 你不会把钢琴抱在身上来弹吧 或者像架子鼓 你也不会把架子鼓抱在身上来打 对吧 但吉他呢是要抱在身上来演奏的 所以这个步骤很重要 这个步骤学的好坏会影响到后面 你能不能顺利的操作这门乐器 古典吉他的演奏姿势呢 他是站在表演的一个角度 他不但要让我们的双手能够非常顺利的操作它 同时也要让这个乐器尽可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个能量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小心 因为持琴的不舒适或者乐器不稳定 然后导致你的身体跟双手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稳定这个乐器 然后从而导致你整个身体或者双手的一个紧张 在正式开始学习如何持琴之前 我们要先记住三个核心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让持琴过程中肩膀尽量保持放松 因为肩膀的紧张感它会传递到手指甚至是指尖 那影响到你日后的手指运动 第二个就是要尽可能减少身体跟琴的接触面积 这样会更有利于相体的充分振动 第三个就是要在持琴过程中培养身体的感知能力 要能够感觉到某个地方是不舒适或者是会酸痛的 那培养这样的感知能力会有助于你在日后练琴过程当中 避免造成运动伤害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为三个步骤来学习如何持琴 好 第一步是要寻找身体的重心 首先我们要先准备两个器材 第一个是一张座椅 那这个座椅呢 最好是没有扶手的椅子或者是一个圆凳都可以 那它的高度必须是刚刚好的 什么叫刚刚好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坐下来平坐的时候 我们的大腿跟小腿的夹角差不多是90度或者小于90度 如果这个椅子太高 那我们坐下来的话这个夹角就会大于90度 这样的话琴很容易往下滑 所以要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座椅 第二个要准备一个脚凳 用来踩左脚的一个脚凳 这个脚凳呢 最好是可以调高低不同档次的这么一个脚凳 我们需要这两个器材 好椅子有了以后呢 我们先平坐下来坐大概椅子的一半 不要全部都坐 全部都坐容易驼背 大概坐椅子的一半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抬头挺胸 好 那双脚平放 这时候你可以注意你的臀部 还有你双脚的位置 还有重心的感觉 重心的感觉是从脊椎到头顶 一条直线拉上来的感觉 这个重心的感觉找到以后 它会像什么 它会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你身体往任何一个地方倾斜 你会觉得这个重心偏移了 然后我们把重心再调回来 所以找到重心 然后你去试着去偏移 然后再调整回来 把这个重心找到之后 然后我们把脚凳放在左脚前面 放在左脚前面 然后左脚踩上去 当左脚一踩脚凳以后 这个重心的感觉马上会偏移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整双脚 调整双脚的前后位置 还有远近的位置 直到你把重心的感觉找回来 那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 那么就要踩右脚 接下来所有的步骤都是相反的 那这个步骤 这个过程最好要多重复几次 站起来再坐下 站起来再坐下 直到你能够一坐下 就能够迅速地找到 你的身体的重心 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步骤是 要感受身体和情深的五个接触点 这五个接触点呢 依次是左腿 右腿 右手臂 左手跟右胸口 在大部分情况下 前三个接触点 左腿 右腿 跟右手臂 承担着主要稳定这个乐器的作用 它是一个三点式的固定 左腿 右腿 右手臂 那在琴 持琴之前 把琴放到身体上之前 我们也可以先找寻一下 整个琴的 琴声 自身的一个重心 即它是一个头重脚轻的乐器 它的前面这个部分比较重 后面反而琴 所以当你平放的时候 它一定是往前倒的 所以其他的重心呢 通常是在下面这个位置 而且它要成一个倾斜角度 你才能把这个琴的重心稳定住 我们把这个重心放在左腿上 然后右腿轻轻的一靠 不要夹 轻轻的一靠 拖着 然后再用右手臂 放在琴上 这样三点基本上可以稳定这个琴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 右手臂跟琴声的一个接触点 我们可以从这个琴码 延伸一个夹响线上来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右手臂放在这个地方 不是放在手肘上面 那这个放的位置如果正确的话 我们的手腕会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拱形角度 如果这个位置不对 那么很可能在演奏过程当中 你的手腕会向下塌 导致你在后面拨旋的时候 都是会把琴弦往上拉的 所以我们右手臂的接触位置 应该是让我们的手腕形成自然的一个拱形角度 在后面拨旋的时候有利于它的拨旋空间 接下来把琴往胸口轻轻的靠上去 而不是弯下腰去抱琴 所以右胸口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接触点 它不是一个主动的接触点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当我们主动去弯腰抱琴的时候 整个琴的正面是朝前甚至是朝下的 这样声音是往下走的 我们让琴来适应我们的身体 这样的琴的正面是朝上 声音可以传得更远一些 而且这样的持琴方式 我们的胃部肚子跟琴的背板 应该是不会接触在一起 这边中间是有空隙的 它可以更有利于相体的一个振动 我们还要注意 身体正面的朝向 跟琴体正面朝向所形成的一个角度 不是两条平行线 身体正面跟琴体正面不是两条平行线 而是琴头应该是略微的朝前 然后身体应该能够不受阻碍的 自由的往左前方移动 这样日后我们的左手 可以很轻易的勾到高把位的部分 如果你的琴头朝后 或者琴体的正面 是朝正前方的话 那我们上半身很容易去往左侧转向 这样的演奏姿势呢 背部跟腰椎是比较容易疲劳的 在长期的这个练习之后 很容易造成腰椎的劳损跟伤害 第三点就是要注意琴声的倾斜角度 这个步骤会影响到我们左边的肩膀 是不是能够放松 因为倾斜角度如果太低的话 太平的话 我们在演奏过程当中 手肘是很容易远离身体的 一旦远离身体过远的话 左边肩膀就需要有个力量 把左边的整个手臂撑住 久了以后就会比较酸 那什么样的角度是比较合适呢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眼睛向左边平视 向左平视之后 这个视线大概在第五跟第六旋 旋轴这个齿轮的中间 这样子可以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眼睛平视大概在这一带的话 这个倾斜角度就差不多了 鉴于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通常一开始学琴 是先从第一把位开始学习的 所以初学时 琴声的倾斜角度可以是 在你的左手手肘自然下垂的前提下 前臂轻轻地一抬起来 就能够够到轻松地够到第一把位 随着学习的进度往下深入 我们对纸板的运用越来越多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把琴头抬高一点 琴声的倾斜角度再大一点 这样的话 手肘自然下垂的时候 你可能够到的是 从第一品到十二品 中心的这个位置 这样对于上下运动来说 距离是更接近的 那同时比较高的这个倾斜角度呢 也有利于我们做横按的一个运动 可以借助手臂自身下垂的这个力量 让我们的横按会变得更轻松一点 好了 今天的学习内容就到这边 下一期我们会继续介绍 在持琴这个环节当中 还有哪一些可以帮助我们 来稳定这个乐器的其他工具 那也欢迎你继续关注 希望今天的内容是对你有帮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